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Olivia 欢迎收看香港节日系列 今集我们会介绍香港的情人节 与外国一样 香港亦都是在2月14日 慶祝情人节的 现在就来看看香港人是怎样慶祝的啦 你猜一下在香港 情人节买一单玫瑰花大概要多少钱呢 我会在这段影片的最后公布答案 在这个浪漫的日子 街上全部都是一对对的情侣 都是拍拖、看电影、吃饭等指定动作 而这一天情侣之间会互送礼物 通常是男生送给女朋友的比较昂贵 例如首饰和名牌手袋 而女生通常都会买些地址产品 或者服饰给男朋友 另外还有一个充满香港特色的就是 某些女生会要求男朋友送花去她公司 甚至自己订花送到公司 才可以在其他女同事面前有费事的 送礼物令到情人节 成为一个高消费的日子 难怪很多人都觉得情人节 变得越来越商业化 其实在情人节白拖 都不一定要大耍金钱 在家里一起煮饭 或者比高级餐厅的热光晚餐更温馨 自制独一无二的心意卡和礼物 或者更加能表达心意 其实浪漫都不一定要和金钱和物质挂勾 你说是不是? 我想跟其他很多国家一样 在情人节有不少男生会和女朋友求婚 也有些情侣会选择在这一天结婚 但近年原来在这一天也有很多人分手 而香港就是一个分手潮 原因各式各样 例如收的花不够其他女同事的带 又或者男朋友不喜欢带她们去高级餐厅 双方的价值观差异在这一天特别显著 情人节是一个非常吸金的日子 在八九十年代 普遍是由男生给了庆祝的开支 但随着女性经济能力较以往好 加上男女平等观念 现在不少女生都愿意分担拍拖的开支 现在就来揭晓问题的答案 你猜一下在香港 情人节买一单玫瑰花大概有多少钱呢? 在情人节买一单玫瑰花 需要大概港币八百至一千元 即是大概美金一百至一百三十元 当然在高级的花店还要好几倍 比起你的国家算是贵还是便宜呢? 你觉得这一集点 有没有学到一些有趣的新知识? 在你的国家是如何庆祝情人节的呢? 在cantoneseclass101.com留言和我们分享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